青药医官 青药医官 请留步 上神有何指教 指教谈不上 只是不忍见你就这么满是怨气地离去 上神有话不如直说 好 那我便说了 可能你以前听说过关于我的很多不实谣言 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我 还好 现在还有时间 还好 我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 还好 我还可以让你看到 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 今天我看到你心有怨气 灵溪的事 我师兄 我师兄也 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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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在功德殿外 你明明看见我被人欺负 为什么不救我 我 我救了呀 我去报信了 报信 那是男人该做的事吗 你都打不过他们 我就更打不过了 这不报信 如何救你啊 我若看见你被人欺负 我定会想也不想立刻出手 这做人做事 得讲求方法策略 这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打 那不是傻吗 那不是傻啊 那是因为喜欢 以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 当年如我有难 你必定想也不想立刻出手 我 我知道 你不接受我 除了因为我以前是男娇 让你心有别扭 更多的 你是怕遭人耻笑 其实不仅仅是你 想必旁人也是如此 就因为这样 我们教人一族 大多都只能组内同婚 男教还好 像我这样的女教 要想在外族寻求一段 美满的婚姻 简直是男如登天 这就是命 我早该认命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真 你并没有瞧不起我 当然没有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就 主要是 我们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我们哪儿都不合适 你说住一条 我们身高不合适 那 我们每次并肩同行 我的压力都很大 每次我跟你说话 我都仰着头 我很累的 都是借口 你就因为我以前是男教 可是我都说了 我现在是女教 这不是男女就合适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不喜欢云峰上神呢 她也是男的呀 她是个花心大萝卜 那开阳 我跟她一起同理洗过澡 韩章呢 她娘们儿唧唧的 那倒是 不过我承认 你比她还娘们儿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 是感觉 对 是感觉 感觉不对 人就不对 世子 我对你 就是没有那份感觉 这样子 我一手 我是未来的 她最应该太太多了 我也不做过 你还不接 但我女儿 你还真的不接 女儿 应该 不接 我 想到她 会 这一切都是命 如果我一开始就化为女娇 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就是个女人 想必就没有今天的种种 可是又怎么可能 如果我没有遇见你 我又怎么可能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自幼无父无母 一个人在大海里长大 从小就被别人欺负 有幸认识沈尊以后 我就特别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性格粗犷 大多都是因为开阳 含着那些家伙的影响 你是不知道 在军中 如果不硬气一点 真的会被欺负 我刚进军营的时候 就因为我是个娇人的原因 所以常常被他们欺负 然后是在军营的时候 十三 和你分开以后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慢慢地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他们跟我说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 喜欢一个人的话 是不会变的 思明 我想 我想 我应该就是特别特别喜欢你 我跟你说这些干吗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想太多 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行就行 不行就算了呗 我以后不会再纠差你了 是 思明 我还有一事相求 希望你能帮忙 你说 我虽已是女儿身 但我却不知道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你私管凡人命数 必定见多时光 如果有机会 你带我去瞧瞧 那凡间的女子 到底是如何的 我当时什么事呢 这有何难 你可以随时去思明殿查看 只是 不要再像过去那般对我了 不会了 你多虑了 时代就知道 什么厉害 非能没有 是 不妙了 我是 宽臨 我先走了 斯密尔 斯密尔 你还在吗 斯密尔 你走了吗 丑斯密尔 还真是说走就走 给我等着